咱们继续上期内容啊 由于大小姐二人落水被兽鬼带回了他们的巢穴 得益于他们身上的银锁子甲 怪物们不敢靠近 期间也和小魔女联系上 小魔女在安慰他们的同时 小队众人也在加快脚步 这一次大小姐真正的使用了手里的武器 将怪物逼推后她才察觉 自己竟然为了保护某人而握肩战斗 但她的感慨也就在这一瞬间而已 因为刚刚他们爬到了兽鬼巢穴附近 由于一个女人腹部裂肝 引得大小姐尖叫 由此引来了大批兽鬼 被包围时 她觉得自己要撑不下去了 她好想像小时候一样抱头蹲下 但身体却又不由自主地 对想要靠近卡茨加的兽鬼进行攻击 因为身后之人容不得自己再逃避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有人托付什么都做不到的自己 照顾那个比自己还要柔弱之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绝不能懦弱 甚至她还想到 此情此景对自己来说是报应 还是 在大小姐胡思乱想时 有一个拿着农具的兽鬼出现了 银锁子甲对农具是无效的 可明知如此 大小姐即便是双眼紧闭的等死 也不肯离开卡茨加半分 危急时刻 鲁贤响起 格斯感到 那句你们还好吗 让大小姐是喜极而泣 而且 这一次死里头 身上大小姐双腿发软 然后这表情啊 小队众人也没想到 在这瘦鬼巢穴里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女人和孩子 计划有变 格斯要留下断后 而这副不惧安危的举动 也触动了小魔女 好吧 这是另一期的内容了 在小魔女无奈的带人往回走时 格斯突然对大小姐说 多亏了你 让我少费了很多心 十分感谢 这短短的两句话 再加上那一句感谢 再次让大小姐落泪 而这样的大小姐 雷拉几人都搞不懂 甚至还觉得她有些夸张 可以说 只有狐狸才能理解 大小姐此时的心情 她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认可凡尔纳赛这个人 而不是温迪比翁这个名 不提格斯顿后 在众人回去的路上 大小姐已经能面不改色地 使用武器攻击袭来的怪物了 这次 她对于刚刚的那个疑问 她找到了答案 刚刚自己之所以能坚持到没晕 是因为卡斯加 这个比自己柔弱之人 成了自己的支柱 这不是报应 这是救赎 自己被一个一直苛责的弱者 所拯救了 这一次的兽鬼战里 大小姐的描绘虽然不是很多 但其深度远超其他角色 让她在认清自我的同时 也找准了大概的方向 那就是救赎 这一点也对应了之后梦境里洗衣服的场景 自己 洗涤自己 得到认可 在处理完兽鬼巢穴后 小队众人返回灵树森林 在路上 大小姐对小魔女的态度 明显不一样了 可能 这时候大小姐的所想 狐狸已经隐隐察觉 接下来就发生了 使徒袭击灵树森林 格斯获得铠甲的桥段 但那是小魔女的主场 众人逃离后 休整了近一个月 再次启程的他们来到了海边 也有了这么一幅 温馨 但短暂的一幕 淡晚 在海边的小木屋里 大小姐郑重地 拜托了小魔女一件事 她单膝跪在小魔女面前 她想请求对方 教导自己魔法 这一请求 即便是小队长员 除了卡呆 都不看好 你看格斯的 这下诱 其他众人对大小姐的定位 就是保姆 而且咱们要撤点其他的吧 就是三浦的剑锋世界观 虽然设定在架构的中世纪 但人际关系的相处方式和处理方式 都是日式本土的 咱们看了这么多年的动漫 影视 甚至游戏 小团体 小圈子 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大小姐这一路下来 对于他人认可的渴求 咱们可能觉得有些夸张 但在他们本土 不被他人认可 不被小团体融入 是十分可怕的 所谓的射死 咱们可能就是觉得玩个梗 但在日本的射死 是真如字面上的意思的 假如大家知道日本的村八分的话 就可以理解为射死 因为那就是村八分的衍生 再扯些别的吧 就是GTO里 就是麻辣教师 鬼种英吉 在开始的有段剧情 就是班里的天才局地 搞出了一张 他和教头激情满满的合成照 而且呢 就那么堂而皇之的 张贴在校园里 出现这种情况 假如是普通人的话 应该是怎么做呢 对人解释说 照片是合成的 或者是找出背后的主谋 自整清白 又或者懒得解释 轻者自轻 实际上是怎么做都没用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换个说法 大家肯定能感同身受 整出这件事的这群人 为什么只针对你 他不针对别人呢 你要不要反思 你做错了什么 才让别人这么的针对你啊 假如鬼种对所有人去解释 自己没那喜好 自己是被陷害的 众人反而会觉得 你真的有 不然别人 为什么会搞这种恶作剧 假如鬼种不解释 这又会让人觉得 你看 当事人都不解释 他默认了 他果然有那喜好 是不是觉得无解啊 其根本就在于 发生这种事之后 鬼种已经被单独的 剥离出了集体 面对鬼种的解释 人们都需要站队 相信他 还是不相信他 实际上在这一刻 他有没有这喜好 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站队 选择相信的人需要付出各种的成本以及代价 而选择不相信的 什么都不需要付出 一边是刚来几天的新老师 一边是一起朝夕相处需要两三年的同学 选哪边 这是一目了然 而这种被剥离的感觉 大小姐从小就体会到了 在她的身边只有一个同样被剥离的人 塞尔比高 然后再说一下她拜小魔女为师的这一段 这呢 就要提到一个尺度问题 日本她有自己独特的尺文化 他们非常非常建议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而这个拜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人为师 就是一个十分夸张的举动 或者大家脑补一下 一个成年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一个小学生单膝下跪要拜她为师 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巴拉巴拉说这么多 就是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 大小姐的这一举动是多么的不容易 当大小姐喊出老师之后 看看一直以称着冷静著称的狐狸的崩溃就知道 是多么的惊世害俗了吧 当晚海边 小魔女想起老师 忍不住的扑在格斯的怀里放声大哭 但也是在此地 他们遇到了骷髅骑士 并且也得知了卡斯加是有几率恢复意识的 也正是在这儿 马月男孩第一次出现 当咱们再次回顾时就会发现这一幕啊 二人的眼睛真的好笑的 将男孩带回小屋后 所有的人都惊讶于卡斯加的表现 回头再看就知道 这就是母亲的本能 而接下来这一家三口的互动 给了大小姐一幅大大的分镜 甚至还有一旁最了解她的三比高 一样都是沉默不语 接下来就是海滩战斗 主角是马月男孩与大小姐无关 但这一次 格斯对众人的举动 让塞尔比高是警灵大作 没过多久 众人沿着海岸线 来到了他们的中转站 乌里塔尼斯 此时 这座重镇 弥漫着战争的气息 这对于自小就是佣兵的格斯来说是异常的熟悉 城外 各种大大小小的佣兵团都在招人 这里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猴子在格斯面前大谈自己的偶像 那个鹰之团的冲锋队队长 可是当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大小姐呢 这是格斯解释佣兵挑选需要跟随的团长时 这是身为文章官讲述鹰之团的战绩时 这儿呢 是猴子讲述道听途说的冲锋队队长的战绩时 这几处 大小姐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是担心的看着格斯 当然还有巴克啊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 冤与猫头鹰的相遇 也是与大小姐无关 众人在进城后随便找了处旅店住下 期间小魔女开始教导起大小姐 成为魔术师的第一步 就是在心中具体的描绘事物 可是这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 尤其是现在的大小姐 她的心中啊 这时外出找船的二人回来了 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由于临战所有的船被官方征用 猴子甚至想去偷一条算了 见大家都犯了难 大小姐站了起来 她提出这件事她负责解决 不同于众人 狐狸大概猜到了她的想法 大小姐在离开时 特地戴上了那把带有四叶草标志的长剑 没错 她回家了 温蒂米翁家堪称是教圈第一家族 在这个重镇各路军队集结之时 家主是一定会出现的 对于自己的父亲 大小姐是局促 紧张 当她紧握的双手 苦足勇气想要开口时 被父亲的一句质问 将她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 打得粉碎 本已松开的双手 再次局促地紧握在一起 家主听说了关于骑士团的事 他听到的消息是 首位阿尔比翁胜地时 受到库夏军队攻击 而被团灭 也就是说 副团长回去后 没说实话 而且家主虽然说的是很严厉 一副很嫌弃女儿 破坏家族生育的灾星 但不管怎么说 她再次为女儿兜底 说让她老老实实地待在这 毕竟整个公子兵们被团灭 她身为团长临阵逃脱 这罪名是很严厉的 大小姐面对着父亲 再次鼓足勇气 提出自己的伙伴 需要条船 家主也只是稍稍地停顿而已 而她们妇女的重逢 被她的三哥 马尼夫哥 是看在眼里 凡尔纳塞再次变回了 温迪米翁家的千金大小姐 可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 反而是卡斯加 在沐浴更衣时 听说女婴要将自己的 锁子甲和武器丢掉 急得她一关不整地跑出一室 将她们找回并揽入怀里 这时呢 她的三哥上前 不忘调侃 自己的妹妹还是老样子 总爱做出出乎意料的举动 她知道这个妹妹有所求 刚好自己也需要这个妹妹 三九哥这时候 看似是各种关怀 但就是想POO这个鬼女妹妹 当套出妹妹想为朋友 找条船时 她提出自己有办法 但相应的 你这个妹妹 也需要帮忙忙才行 旅店里小魔女的种种表现 实在是太可爱了 就在因为吃个饭 闹得鸡飞狗跳时 衣着华丽的狐狸回来了 她的情绪很低落 在告知了传语准备究许后 又通知大家 法尔纳赛小姐再也不会回来了 地上一封信 又奉管了小魔女的魔法武器 在接触的瞬间 小魔女就感受到 大小姐的种种不舍 尤其是塞尔比高的神色 也很不对劲 随即在她离开后 格斯拜托两个小家伙们 潜入豪宅 探查一番 这要求对两个小精灵来说 简直是不要太兴奋 跟随着马车来到豪宅后 他们两个是一顿的胡吃海喝 总算想起了自己的任务 刚巧呢 也发现了一身华服的大小姐去了花房 在这儿 一位新的人物登场 海军军官罗德里克 她就是三九哥为妹妹相众的 未婚夫 对于这位大小姐 罗德里克是直言不讳 听说你是温帝米翁家的鬼女 放荡的公主 但让罗德里克没想到的是 这个女孩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自己就是那样 这让她觉得十分意外的同时 也觉得这个女孩很有意思 并由此说出了一句对大小姐的赞场 你是强风吹不倒的野百合 玫瑰只能做你的陪衬 二人在花房里看似是你浓我浓 让顶上的两个小家伙是大抵眼睛 而急匆匆离开的他们 被狐狸瞧个正常 回到旅店 他们会声会色地讲述着刚刚的所见所闻 两个小孩子对于凡尔纳赛的订婚 有些吃惊和失落 可格斯却知道 那是她为了船而付出的代价 对于接下来该章如何 她本想说那是她自己决定的事 可卡斯加送上了神主公 信被烧掉了 就这样格斯决定 为了一条船赔上保姆和厨子 太不划算了 此时的大小姐呢 依旧是不忘练习 但对于苹果的具象 她总觉得始终差那么一点点 而且她也明显地感觉出 在这个庭院里练习时的心情 和跟老师在一起 是完全不同的 一阵冷风吹过 塞尔比高带着球衣上前 面对着她 大小姐说出了自己心底的顾虑 这趟旅途下来 她始终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而她也想参与其中 为大家出一份力 归根到底 她还是我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 大小姐想融入这个小团体 但小队众人越来越融洽 她就越来的无所适从 越来的不安 所以她想在被大家遗弃之前 率先逃离 回到这个冰冷的牢笼里 就在她自嘲 自己就是个胆小的笨蛋时 她的母亲出现了 一番含泉后 母亲大人得知了 女儿竟然要订婚 当问及女儿 对对方的感受时 大小姐的表现 算得上是中规中矩 结果母亲大人直接问道 你自己心里有喜欢的人吗 这时的大小姐还不确定 自己对那个人是不是喜欢 看着自己的女儿 母亲给出了鼓励 并告知 你的父亲可是很害怕你的 不仅如此 她还很软弱 正因为软弱 所以才要将一切 掌握在手心中 偏偏你这个小怪物 是她完全无法理解的 这些话对于大小姐来说 是冲击力十足 面对着父亲大人 她总是紧张地说不出口 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 面对她 自己总是静静地低着头 乖乖地听着话 一直如此 不得不说 身为母亲 即便不怎么照顾 但对女儿 她还是十分了解的 她十分的了解 女儿从小到大 种种异于常人的举动 而且母亲的鼓励 赞誉 尤其是那句 很骄傲有这种女儿 让大小姐再次审视 并了解自己 而且接下来 对于自己儿子的小手段 母亲大人抱着看戏的态度 要一起参加今晚的晚宴 恰巧他们出门时 与格斯众人是擦肩而过 晚宴上 两个不合群的年轻人 在阳台上 看着屋内的龙中鸟 各自畅想着未来 而他们想要实现 各自理想的话 就需要一个人 此时的大小姐很顺从 而突然杀到的母亲大人 对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她先是表明 很清楚你在玩什么把戏 随后发出忠告 当她乖乖听话时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尤其是 她看起来很顺从的时候 她可不是个顺从男人的 乖巧女孩 与此同时 小队众人来到了宴会厅外 并察觉出 这弥漫的大物理的异样 可这次挡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脸严肃的塞尔比高 由于种种理由 尤其是为了大小姐 她向各自发出挑战 不替二人的战斗 宴会上 温蒂米翁家主是霸气出场 那气场将这两个 想要兵行显着的家伙震住了 但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家主发表了 战前动员举杯时 三九哥跳了出来 结果计划失败 自己的妹妹 突然消失 面对着那张不怒而微的脸 这哥们退缩了 就在他尴尬不已时 一阵妖风替他解了围 那突兀的狂风吹碎了门窗 连在那附近的蜡烛 当服务生拿着烛火上前时 地上是残之断壁 以及正在大块朵移的虎 不同于现场宾客们 大小姐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而那东西正在快速地朝这边冲来 现场人群中 罗德里克是第一个拔出武器的人 他挡在了温地门王家主的身前 可大小姐知道 那武器不行的 私下寻找后 他看向了一旁的银烛台 并在那妖虎扑向父亲时 勇敢地将他刺向老虎的眼睛 这一幕 这一击 出乎所有人的力量 而大小姐由于 晚里夫不适合战斗被绊倒 就在他面对飞扑而来的 虎妖闭目等死时 帅气无比的哥哥驾到 这一幕是塞尔比高 整部作品里最亮眼的一幕了 随后宴会厅的门口 大家出现 这场战斗对格斯来说 只是简单的活动筋骨而已 不用花铲 就能一刀两断 众人再次集合 大小姐有些不知所措 随即卡呆牌的 大小姐捕捉器发动 格斯依旧是那么不在乎他人死活 街上大小姐就准备离开 可是他可以 法尔纳赛却不行 因为他的亲人们都在这 所以他恳请格斯 一旁的小魔女也谴责 格斯牵手太冷淡 就这样小队再次运作了起来 感应 斩首 牵制 众人分工明确 期间小魔女为大小姐送上了自己自制的一份 屎膜 荆棘蛇 有意思的是 控制屎膜道具 被小魔女做成了戒指 在剧情解说时 我为大家说过 女性终止戴戒指的意思 这里就不再水时长 还有就是 很多朋友们指出 唐万 那是嘴瓢 四十多岁了 很多多音词词汇 就是那么能念了二三十年 这点儿见谅 以后会注意的 这次战斗对于已经配合十分娴熟的小队来说就是热身 战斗结束后 格斯难得的询问大小姐自己的意思 你的亲人们都在这儿 这是你所熟悉的世界 这里是你旅程的终点吧 不是的 大小姐笑着说 再次回到这牢笼后 自己终于明白了 这儿不是自己该回来的归处 这里只是自己很久以前就启程离开的地方 自己只是觉得很怀念 所以想回来探视下 如此而已 可能在大小姐戴上那枚戒指后 就下定了某个决心吧 但她的身份注定是不可能做到说走就走的 尤其是刚刚的战斗中还使用了魔法 这对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很不利的 但家主呢再次为女儿兜底 一句幻觉就向这篇接了过去 关于她或者说关于剑锋里父亲 之后看频道流量如何 不行的话呢会再做一做恰波流量 在这之后就是港口大战 在格斯与佐德任马一体击伤了孔迪后 他们来到了罗德里克的海马号上 大小姐这段时间里的练习进度是突飞猛进 所以小魔女要带她进行第一次的优界旅行 实际上大小姐也是属于开挂角色 前段时间连一个苹果都不能具象 这才几天而已就能具象出自己的身体了 有意思的是 大小姐也是在这时第一次察觉出 自己的这个小师父对那个人抱有异样的感情 当初解说时还有朋友刘弹幕说我也是谜语人 以咱们读者的视角都能感觉出 小魔女说的是遇到了各位 但实际上说的就是某人而已 冰雪聪明的大小姐能不知道吗 接下来就是二人的世界名画了 也由于他们二人是光体 恰巧遇到了罗德里克询问格斯的那个问题 对你来说它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两个女孩都是摒弃凝神 略微紧张地等待着答案 然而就在那个答案即将说出口时 大小姐老毛病又犯了 她逃了 她拒绝知道那个答案 但是对于她下意识的那句 为什么通过小魔女那紧握法杖的手 也能感觉出她知道了 她知道这个弟子对那个人的感情 以及对于那个答案为何会逃避 而此时甲板上卡斯加落水 也通过这一幕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 已经失去了的东西 是没办法变回原状的 这句话一语双关 另一头一直对卡斯加耐心失足的大小姐 在洗澡时终于爆发了 她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她会为了你不顾性命 你还要对她那么的敌视 为什么你明明已经这样 她还不离不弃 为什么 这些质问相信不光光是大小姐 还有很多读者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 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那个人是格斯 独一无二的格斯 接下来的剧情就相当于整部作品 或者说是对比其他篇章相对来说比较平庸的海神篇 这里要说一下 加勒比海盗系列是03年开始的 第三部世界的尽头是07年上映 而这位船长第一次登场时间是在单行本的28卷 那年是05年 后面开始击杀海神时是单行本的3536卷 那时已经是10年和11年了 所以这就是参考了加勒比系列 海神篇中 大小姐展现出惊人的魔法天赋 她竟然施展出威力强大的四方守护之阵 对于格斯的拜托 尤其是那句 你是我们的盾牌 再次让大小姐沦泪 这就是她一路下来所追逐的梦想 得到大家或者专职那个人的认可 就这一点啊 大小姐与卡斯加像极了吉尔与洛西奴 他们的起点都差不多 追求也差不多 但在追求梦想的路径上 选择不同 结果就是天壤之别 但是跳出漫画啊 选择这东西就要看咱们 是以结果论还是过程论了 而且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对错 只有利弊 在这之后 大小姐的另一表现就是梦之灰狼 需要说下的是就是在开始前大小姐的梦境里拿洗不完的衣服 我个人感觉除了这一路下来她保姆身份以外 还有就是想要自我洗衣以及别人的认同 解说时我说过 这件衣服和她此时穿的是一模一样 对于骑士团和小队众人 她希望得到他们的夸赞和认可 有位朋友的留言真的很贴切啊 就是前期看大小姐是 要工作能力没工作能力 要个人魅力没个人魅力 骑士们摊上她有够倒霉 而后期呢则是 格斯你多夸她两句吧 求求你了 她真的很努力了 法尔纳赛的这个人物描绘啊 从头到尾都透露着一丝真实 咱们读者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她的成长 我自己看过的漫画作品能将一个女性角色描绘的 如此真实的 如此真实 如此成功的 我印象中还有风之谷中的库夏娜 纳乌西卡 咱们都知道 三浦 三浦喜欢玩对称 大家都能感觉得到 大小姐与格斯对应了当年的卡斯加与格里菲斯 但结果不同 这其中固然有格斯的影响 还有就是 选择来临时 大小姐做出的种种与卡斯加不同的选择 就好比梦境中最终阶段 那颗被经济缠绕的心脏 选择来临时 大小姐以自身的经历 鼓励卡斯加不要害怕 不要蜷缩着躲避 自己要像那个人一样 驱散你心中的黑暗 这一刻 大小姐真正成长成与格斯一样了 但她又不同于格斯 她没有像卡斯加那样 活成了别人的影子 她终于变成了一个 可以和那个人并列之人 至于最后 就是一小段 大小姐师徒二人 打脸岛上小学徒的戏份 虽然看着确实有些爽快 但相较于大小姐 这一路下来的成长 真的很一般 而最后呢 就我个人而言吧 其实大小姐在三浦的笔下 已经算是十分的完美了 续写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把握不好细节 反而是件好事 没了枝枝叶叶 她只说主线 至少不会出现 之前人物设定崩塌的现象 直到招入之类的大小姐 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好了这期就这么多吧 我在写文案时 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废话太多呢 大家觉得呢 我是稍稍的在精简下 还是说就这样 也无所谓呢 然后说一下后续的更新吧 新的收益制度 也不知道会怎样 只知道要求每一期的时长 要在15分钟以上 这点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点赞和投币也能达标 就是不知道到时的播放量 要求是多少 但说实话 我的体量太小 这3000的封顶的设置 现阶段对我来说 影响不是太大 之后的话谁知道呢 防卫度见吧 需要考虑下其他的平台了 好了本期内容结束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